大家好,欢迎来到《为科学之听我来骗你》第三期节目 在《听我来骗你》这个节目中 每一期我们都会为您打破一个常识 为您提供一个不同视角的思考方向 老规矩,在正式进入我们的节目之前 请大家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中 不要相信和自然接受我说的每一句话 但也不要刻意反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把我的观点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在您自己的脑海里过几遍 这样我们才能一起提高 几个月前,咱们的北大校长林建华 在北大120周年校庆致辞时 把《红胡志》念成了《红浩志》 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要立志,要立《红浩志》 这一下啊,所有的媒体啊,自媒体啊 还有咱们的老百姓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感受到了莫大的优越感 你高高在上的北大校长居然也犯文字错误 我比学术比不过你,比管理比不过你 虽然我基本上也不会读这个字 但谁让你公开犯了这个错呢 我们总算可以给你机会好好地笑话你一番 这样还显得我们还是比你有更优越的地方 其实啊,几年之前 咱们的流星歌手伊能静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把女善观经念成了女善伦经 在那个时候啊,也被批的是体无完肤啊 而不管是媒体还是老百姓 大家的观点几乎都是一致的 就是这些呀,都是基本的中文知识 人文素养 不会念的话,就是他们这些人不可开脱的责任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却有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在他们念错字这件事本身 有他们的责任 但担负主要责任的并不是这些人 那么在我介绍我的观点之前 我想先请大家试着读一读这几个字 我相信啊,百分之九十九的朋友会将这几个字读成三句秦安 而剩下的百分之一 如果你读成三句秦安 应该是属于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才知道这才是正确的发音 三句秦安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正确的发音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认为我在讲江苏话或者是安徽话 那的的确确后面这两个字的普通话发音是秦和暗 那么如果你现在还在自责的话 我就再给您这几个字 您再试着读一下 正确的读音啊 是四声,一声,三声 也就是说暗,暗,暗 那我大胆的猜测 真能念对的朋友啊 应该仍然不超过百分之一 而且没有念对的朋友 虽然刚才您还在自责啊 现在估计就开始骂娘了 如果大家正在骂娘的话 那我就就着这个热乎劲 顺着大家的情绪说明一下我的观点 不管是北大校长也好 还是流行歌手也好 甚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汉字的使用者 而如果我们把汉字当作一个产品来考虑的话 那么很显然 汉字的用户体验并不足够好 从这个角度来说 用户使用汉字这个产品的过程中 如果经常发生错误 那只能说明是产品的问题 而不是用户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汉字本身的缺陷是造成如此多错误和不变的原因 这个责任不应该推到北大校长或者流行歌手身上 比如像刚才我们念过的这几个字 您汉字记得是怎样的发音吗 我估计您已经忘了 因为其实我也忘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干脆统一去安字的发音都念成医生呢 为什么非要人为的制造这些障碍呢 汉字和我们平常使用的商品一样 都是人们制造出来的 都是用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完全可以把汉字当作一个产品来对待 而当我们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事 简直像是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比如写这个字 拼音有两种 谢和写 以下这一堆子里的这个字的读音 其实是不一样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期节目最后 查看所谓的正确答案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每一个词中这个字的正确发音 那这是我们的错吗 或者还是汉字这个产品的错呢 这里我们把语音和键盘输入做一个类比 如果谈到产品 无比输入法是很典型的产品 那血这个字的无比输入法是TLD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无比输入法之下 输入TLD就会唯一的出现血这个字 但是如果我们也按照发音的规则去要求输入法 让无比输入法在不同的上下文和词语中 用不同的码来代表这一个字 用户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无比输入法在市场上还会收到欢迎吗 比如说血液的时候 可以使用TLD来代表血 而书写的时候就必须是TLE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再比如 虽然无比中轮这个字根的组合的码是WX 但当轮和关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 因为是两个不同发音的字 所以我们就要求同一个轮这个字根组合的缘码 需要是WX和WY 而如果用户因为不熟悉关子 而误认为关东的轮也是WX编码的时候 其他无比输入法的使用者 是不是就应该笑话这个用户和这个用户 做得这么复杂 而让用户体验这么差 这完全是产品自身的问题 其实啊 当汉字真正进入市场之后 很多事情其实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比如说 现血这个词应该念成血 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各类拼音书法里 不管你是在现之后输入血还是血 都会出来现血这个词条 因为产品是不会骗人的 而如果您输入的是羽善伦经 那这些输入法还会温馨的显示羽善观经 经常念错的生生血子也是同样的情况 产品啊 可是不敢惹顾客 顾客永远是正确的 如果一个字经常被念错 那就不是顾客的问题 而是产品的问题 所以产品一定要不断迭代 调整自己 给顾客带来便利 而不是故意刁难 那为什么汉字就不能改一改自己呢? 为什么汉字就一定要高高在上 饶不可及呢? 我相信会有很多所谓传统文化的味道士 看到我把汉字类比为产品之后 会批评我数点忘记 但老主中们 应该是让我们过得更轻松自在 而不是诚狂诚恐的 把每一个生辟字都记得比爹妈的生日还要清楚 把每一个多音字的不同用法 和用的比当前的经济政策还要熟悉 老实说 我中学毕业已经二十多年了 作为当年本校的高考状元 虽然热爱写文章的我平均每年都要写几十万字 但是 虹 虎这个词 我也是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和用过了 如果你拿这个词来考我 其实我也会一样的念成虹号 而且是不带任何优异的 所以 成绩再好 激励再超群的人 遇到几十年没见的字 忘记了他的法律规定的读法 而误以为是不按用的读法 这应该是很正常的 那怪谁呢 那肯定就怪这个字 不按常理 不按大家一样使用不按用的读法 所以 当大家开始尝试 以一个创业者 一个管理者 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 去面对和思考此类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而且 会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 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里 会不断的为大家展示这个新世界中的奇妙之处 请大家耐心的听我来骗你 好的 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期节目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以及和我们的互动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